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播崇旭 今天我们来到了杨里香的刘洋村 听说这里有一位草药 它其貌不洋 却被很多人称作为神药和药王 一斤甚至能卖到上万元 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刘洋村的村民 季高低 季大哥 带我们去一探究竟 主持人好 你好 季大哥 草药就在我们的山里面 现在我就带你去看一下 OK 好 我对你迫不及待了 我们一起出发吧 季大哥 我看到我们山坡上 一块一块全用遮阳布挡住的 这些会不会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药王啊 没错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药王就在这里了 哇 你说季大哥 药王就在我们身边 你都不告诉我它叫什么 那我们上去看一下吧 好 我现在就带你来近距离了 看一下我们的药王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药王吗 没错 这叫药王金献林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居然是我们要找的药王 你敢信 来 看一下 是不是跟我手上这片叶子差不多 我要是平时去大山里走来走去 把我们的药王踩死了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 那大哥我们这个药王金献林啊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这个金献林的功效很多 主要的是染缸 护缸 抗癌 增长棉叶力 还有这个药王金献林啊 还有这个药王金献林啊 这一块是比较 效果是比较好的 这个是我们在挖地的过程当中 上上野生的金献林才才有 也要种在这里的这一小块这个地方是野生的种植 哦 好的 好的 今天啊非常感谢我们的鸡大哥啊 带我去体验了一番不一样的历险记 带我认识了我们的神耀金献林